随着我国过渡到地方性流行并andemic的阶段 国门也已经对外重开 大马的经济就像是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经济复苏 蓄势待发 但是重新活力的另一边乡 却是跌势林立的令吉走势 由于国际油价已经回调到俄乌战争前的水平 加上美联储加息之后 美元走强 以及上海封控中国经济放缓诸多的外围因素 令吉兑美元在今年是下跌了3.6%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指出 令吉兑美元有可能在第二季度贬制一美元对四令吉四十三 这将会是2020年4月以来最差的汇率 那马币贬值钱变得越来越小 物价越涨越贵 一旦不幸陷入了恶性通膨 那小老百姓的生活只有越来越苦 现在一些的经济学家还有企业界都在争论 要阻止马币下滑 国行该不该从根源下手 跟随美国的脚步升息 以缓解通膨压力 那美联储3月中升息25个基点之后 国行至今还是按兵不动 有分析就认为说碍于商品价格压力以及为了防堵过多的外资撤走 国行不排除会在下半年跟着为令吉升息 而这一切要等到5月11号 国行开过议席会议之后才会有决定 然而国行总裁诺山峡日前是已经透露风声 说收紧货币政策的效果是相当有限 似乎在暗示国行将会保持鸽派立场 也就是马币不会走上升息的道路 那如果马币不升息 就意味着国行与美联储之间的货币政策 不断的扩大差距 进一步阻碍令吉升值 汇利信托基金首席策略员潘利克 在接受八点资热报的访问时就解释 我国相对美国的利率差额 以前最低的时候大概是1.1% 而现在是已经降到了1.24% 这还是美国还没有完全在5月和6月升息的情况 那要是如市场预测 5月美联储升了50个基点 6月又升了75个基点 那么我国对美国的利率差额就几乎等于零了 甚至有可能会跌到负值 到时候外资没有必要把钱留在马来西亚 甚至本地的钱也会为了寻找更高的回酬 而流去海外 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马币不升值 令吉继续贬值 那通膨压力就会继续增大 这对大马经济复苏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会有萎缩的风险 因此潘利克就认为 国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升息 但是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他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马币跟着美元走上升息的道路并非常远之际 反而很可能对大马的经济造成伤害 马币最近跌势凌厉 叫人心惊胆挑 有分析指出 如果国行持续割派作法 不跟随美元加息 令吉将继续处于疲弱水平 甚至还可能进一步下滑 钱变小了 物价就会变得更贵 一旦形成恶性通膨 将家具放缓经济成长 贫民百姓生活就更加苦了 但张国林认为 大马跟随美国脚步一同踏上升息道路 并非长远之际 不可能每次美元升息 令吉都跟随 加息是个工具 或它是其中一个工具 因为如果你加息太大的话呢 你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成长 接下来12个月的话呢 美国加息可能要加150到200个基点 如果马来西亚真的需要跟它增加这么多吗 如果增加这么多的话 你经济受到影响 你怎么去平衡 美联储加息必定冲击马币 但财政部长扎富鲁强调 令吉仍具有竞争力 台经分析师吴俊生也认同这个说法 他指出 我国拥有石油和棕油双油优势 而且在货币政策上 大马国行以刺激本地经济为主要考量 与美国要缓解通膨有所不同 我们觉得财长的谈话 当然是有力度的 有分量的 第一就是那个双油 它是以美元计算的 然后收到这些钱 可以用在很多用途上 然后可以抵消一些美元 那个升息的趋势 但是又不要忘记 我们国行 我们的priority跟US的不同 我们是要boost domestic economy 它会承受到一个程度 它才会跟随美国联储局的扑划 国国出口大量石油和棕油 一旦国际石油和棕油价格走高 意味着将赚取更多的美元外汇 进而抵御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冲击吗 因为我们本身是个石油跟棕油的出产国 像我们这个价钱很好的话 我们的外汇收入会增加 你卖了美元你要买回马币 马来马币的需求会增加 会帮助马币维持在某一个程度 所以说台政部所说的是有它的根据 也是理所当然 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那当石油和棕油的价格更好 出口更多时 赚的外汇收入就会增加 卖掉美元买回马币 就可以缓冲令吉的跌势 然而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研究显示 按照目前货币走势 令吉在4月份 廖江路德自2016年11月份以来 最大的月度跌幅 是继韩元之后表现第二差的 亚洲新兴货币 而随着美联储即将在5月3号到4号 再次召开会议 将美元加息50个基点 马币进一步贬值 已经是个无可避免的事实了 那么国行接下来该不该为令吉升息 阻止令吉继续跌下去呢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NPC会在5月10号和11号召开会议 决定是否要调整隔夜政策利率 OPR和加息 不过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由于大马通膨率仍然是属于可控制的范围 因此预料国行将在第四季度 才会上调利率 在5月10号召开会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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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